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这个是一样的 真的是神奇 这个我要给他一个分数 好这个你要给他几分 我可以给他一个8分 这个不错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我说后劲很强 好很好 再来是论1211的留言 他说他讲一个关于常年菜的故事 他说他们家住在高雄山里 这个客家村 所以他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回那边团圆 然后家里就会叫餐厅半个两桌 这样很多人 然后他们家的叔叔的手艺很好 他每年都会煎着煮一锅的常年菜汤 但是他那个常年菜汤煮的很好吃 好吃到爆炸 今年叔叔一样煮了一锅 跟人的小腿一样高的常年菜汤 所有人也都送生命在喝常年菜汤 但是因为真的太多了 所以说隔天中午还有剩 他们就继续喝这样子 隔天初一 大家都分别出去玩 结果他们的堂姐 突然在家里的群组丢下了一句讯息 大家大家还记得昨天除夕下午那天 找不到阿公其中的一副假牙 他们今天在常年菜的锅底找到了 真是可不可 好可怕 可不可怕 会在里面 然后开车准备出门的我们 经历了大概5分钟的静默 他哥哥突然就说 原来我昨天捞到那块粉红色的肉 不是没有煮熟的排骨 再把它丢回去吗 他没有发现吗 他都把它捞起来了 就晃过去嘛 其实有时候 在大家这么大的场合 对不对 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最好的反应其实是保持沉默 哇靠 你就应该把它拿出来啊 你说在大家吃菜过程中 捞出一副假 也要假装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这件事啊 要不要放回去啊 用一个大骨把它压住 太过分了 然后这个礼拜呢 我们是被一个留言 被一个留言 然后想起了儿时的回忆 我起来的时候是 每个礼拜都被迫一定要看的 诶 有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奶奶一定会强迫你 就是那个时间你要坐在那里 但为什么 不知道 我相信大家都有相同悲惨的童年回忆 试试看 我用第一个声音来叫醒大家的记忆 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可以 一声就可以了 一声就可以了 来啰 好耻喔 等一下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要唱这个 好 他在笑 我觉得可以了 可以了 有可能 我后面还冰吹 有可能 不行这个是机会 好 我不可以笑 不行不行不行 不要再高 高个8度 有一点了 可以了 我今天唱3、4 可以了 没有问题 不要了 后面不需要 没人听到后面 就会满 就会来 从 一 我 很 握 那 我 都